有網民俄稱在屯門大興行動基地有不明氣體洩漏 數百人響應這個網上號召 在2019年10月30日 去到屯門大興行動基地對出的位置 抗議他們肆意破壞附近周遭的公共設施 堵路及使用雷蛇筆 經過多次警告後是無效的話 我們警方就採取了拘捕行動 在行動中我們拘捕了總共52名人士 包括40男、12女 罪名包括藏有攻擊性武器、非法集結 以及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等等 另外我們亦都在被捕人身上手出臨臨種種的物品 包括有大量膠索帶、噴漆、戒刀、鐵錘、自製石錘等等 現在調查期間這52名被捕人 亦都在不同時向警方表示 拒絕警方的保釋安排 因此我們警方將他們52名被捕人暫時釋放了 經過深入調查及徵詢了第一階段的律政司意見後 我們警方在今年4月24日再次拘捕了8名人士 包括六男兩女 他們年齡是介乎15至27歲的 東網想你看新增了賺分任務 每日簽到和閱讀指定新聞 快點下載東網APP 一邊看新聞一邊賺到更多OM.CCCOIN 盟取豐富獎賞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